大家好,歡迎來到科技磁場 根據最新爆料 Mate 50系列將不會採用麒麟芯片 而是會搭載驍龍8 4G芯片 被推遲一年發布後 華為Mate 50系列還能滿足高端市場期待嗎? 從用戶對Mate 50系列期待來看 相機表現、鴻蒙系統、芯片選擇 成為了新機能否打動它們的三大關鍵 雖然在去年7月底,華為發布了P50系列 我們其在背部上依然看到萊卡的標誌 這似乎也成了華為和萊卡的最後一次合作 不管小米是否真的拿下了萊卡合作認證 但就華為和萊卡這差不多5年的合作來看 雙方都各取所需 萊卡的名頭在外界依舊響亮 華為則超新改果依據成為手機拍照的代表 從曝光的配置來看 Mate 50系列預計將搭載 5000萬草管支主攝鏡頭 加4000萬自由曲面鏡頭 以及6400像素的長焦鏡頭 和3DTF鏡頭的組成 僅從字面實力上來看 失去萊卡的華為Mate 50系列 依舊是最強的拍照手機 而且更具有競爭力 階階段的華為在相機的硬件配置 和軟件算法上都有深厚的積蓮 從這個角度而言 用戶應該完全不用擔心 Mate 50系列的相機表現 在芯片被制裁期間 華為大力發展鴻蒙系統 從Harmony OS 1.0到今年6月 即將發布的Harmony 3.0版本 萬物互聯逐漸成形 近日鴻蒙系統再次傳來了新消息 從鴻蒙3.0系統推進的時間點來看 最快5月份就會面向公眾的Beta版本發布 而且預計7月份就會正式版上線 此時恰逢Mate 50系列發布的時間段 由此可見華為旗艦機Mate 50系列 或者是首款搭載Harmony OS 3.0系統的中端智能手機 也相信搭載鴻蒙3.0版本的Mate 50系列 在性能體驗、流暢度都會再度提升 鴻蒙3.0已經超出了其他廠商很多了 在解決手機底層的基本交互體驗之後 Mate 50系列上的鴻蒙系統正在變得越來更強大 但回到消費者的角度 不能搭載谷歌全家統服務 已經讓華為市場一再縮水 用戶能否完全接納鴻蒙系統 還需要再打上一個問號 要想與用戶量龐大的LS和安卓系統競爭 鴻蒙系統在探索萬物互聯的同時 依然面臨強大的挑戰 不過廣大用戶應該更期待的是 Mate 50系列的芯片滑落水家 就目前消息而言 應該是小龍8系列的4G網絡芯片 關於華為Mate 50系列手機用戶最關心的問題 依然是可否使用5G網絡 現在終於有好消息了 當前華為上市的新機多數都不支持5G網絡 主要是因為缺少了5G射頻芯片 那麼唯一解決的方法也僅有一種能最快實現 消息稱在華為Mate 50系列手機不支持5G網絡情況下 但華為會採用位置5G手機殼套上手機機殼上網5G 這個原理的設計其也就是模塊化設計 通過位置的辦法最終實現5G網絡 華為消息稱5G手機殼將會首先出現在華為NOMA10系列上 該機可能會近期發布上市 而華為Mate 50系列將會成為第二款配備5G手機殼的機型 芯片方面 華為Mate 50系列不會採用麒麟9000系列芯片 一方面是因為麒麟9000系列芯片的儲備已經不足 另一方面是麒麟9000已經是兩年前的產品 所以Mate 50系列必然會採用高通驍龍8芯片 當然,驍龍8芯片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亮點 但華為Mate 50系列上若真用上了模塊化設計 通過5G手機殼實現對5G網絡的支持 再加上驍龍8處理器的性能 這也是給了用戶一個滿意的回答